各位朋友 你好 很高興見到這麼多的香港人能夠共守一堂 其實難得在海外大家可以相互相知 都是一種的緣份來的 Samuel叫我講幾句話 我就想起 其實可能很多人認識我 我是一位大學教授的學者 有些人都知道我是一位大律師 大律師就有一個挺有趣的傳統在裏面 我們要成為大律師就要做一年的建築 那年的建築呢 直到最近為止是沒有人工的 很多人想做大律師的時候都很擔心 那一年是完全沒有收入 然後做完那一年之後呢 然後就要自己自立門戶了 自立門戶就不等於你有生意的 但是呢 你就要交租啊 你的秘書就要出糧啊 那這個都令到很多人看不強暴論 那尤其是一些經濟能力不是那麼好的人 那在大律師行業裡面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見到 有一些年輕有為 又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就往往因為可能是在經濟上 要負擔 怕要負擔不來 不能夠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一直都有一個傳統呢 就是有一些大律師呢 就會去幫一些其他一些年輕的人 是去完成他的律師那個資格的 那其中一位就是很出名的大律師 那他就是見過一個年輕人 覺得這個年輕人很聰明 很有錢真 那但是他當時真的沒什麼錢 還有那時候呢 在香港是沒得讀法律的 那就要去外國那 那於是他就資助了他去外國進修的法律 然後回來之後呢 這個年輕人也都不負所望 那在法律界呢 是相當有成就了 那這個年輕人也叫做李柱銘 那而那位資助他的人呢 就叫做余叔少 那而這個傳統呢 也都李柱銘繼續流傳下去 那在他的過往期 他也都資助了不少年輕有為的學生 那就是一路大家是生火相傳 那如果大家有看過綠豆 那我最近都有一個節目 那其中還有一位拍檔 蔡奇呢 那其實他的出生都不是一個很富裕的家庭 那他做學生的時候 那他也都跟過一位大律師 那然後當時他是要去做一個交換生的 那他去德國做交換生 但是他實在是擔不來這個經濟 要去一年的交換生 那那位大律師也都是贊助他 讓他可以完成到這個願望回來 然後他成為一個很出色的律師 那贊助他那位大律師 叫做林家健 那這個就是其實在法律界裡面 我們一直都有一個傳統 就是覺得如果我們有能力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不想一些有能力有為的人 是因為經濟的問題 而不能夠完成他們的夢想 那在我做大律師公會的時候 我們都面對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在律師那邊 律師樓 尤其是在國際的律師事務所 是給了很高薪金 就拿了我們一些很聰明的學生 那怎樣去說服一個 就是別人給那麼高薪 你不去做 然後去做一個沒有收入 又或收入不穩定的大律師行業 那只是靠個別的大律師 這樣的資助是不行的 那於是當時我們在大律師公會 就成立了一個叫Bars Scholarship 那叫Bars Scholarship 我們的目的也是就是說 我們希望給一些資助 令到幫一些有心的人 能夠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能夠加入一個學業 然後對這個學業 最後作出一些貢獻 那而我們也都期望呢 就是當他們的學業完成了 回來能夠做到大律師的時候 他們可以回貴這個獎學金的 那而事實上呢 在五年之後呢 我們第一批Bars Scholars 就已經換回這個獎學金 而令到這個獎學金以後呢 是跟著那二十年裡面 我們都可以一直延續到今時今日的 那這個其實這些小的故事 告訴我們知道 就是其實 就是有很多人 是絕對是有能力 那如果我們只能夠給好一些幫助他們 其實是可以改變他們的一生 那教育是一個最有方法 最好的方法 去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改變一個人的一生 那甚至其實對他的社會 是有所改變 那而在家基金 其實我們都是 把持著這個理想 我們希望見到一些年輕有為的學生 來到這裡 是沒有辦法完成到他的學業 而純粹是因為經濟 而不是他的能力的問題 那而去年 我們給了這個七個獎學金裡面 我們都見到 真是是令到其中一些的 受惠的人 是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改變了他們在香港 所遇到 或者在英國所遇到的困難 那而最近在那個BNO scheme裡面 我們都見到 就是英國政府是做了一些改動的 那現在呢 英國政府就願意說 在你住本三年之後呢 你就可以是有home fees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很善意的舉動 那但是呢 我們馬上就會聽到 有些人就說 那我來到 不如我放棄我的學業 做三年事先 然後再讀書 那就可以給home fees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其中一個選擇 那但是當你無端放棄了 三年的學業 再去做的時候 其實也都可能放棄了時間 和機會 那我們其實覺得 這個未必是一個很理想的方法 那在網上我就留意到 有些朋友就說 那英國政府是不是應該 立刻就給他們有home fees呢 那樣是 那樣是 那似乎有一些爭論 那但是有時候 以心比心 那其實你站在英國人的立場 他們已經給了不少優惠 我們香港人 那然後已經給了三年 你就可以拿到home fees 那還要再要求多些的時候 是不是似乎有些得寸進尺 那樣給人的感覺 不是那麼好 那而我們現在香港 其實有一個相當大的群體在裏面 那這些正正就是我們香港人 可以發揮互助的精神 其實大家有一些能力 多又多做 少又少做 希望每個人能夠出一分力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對回 我們自己香港人一個回歸 一個貢獻 就正如剛才Samuel在這裏說 能夠聚首一堂 這個是一個緣分 如果能夠在這裏 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幫回我們自己香港人的群體 這個是絕對值得的 那都希望大家 對在家基金多多的支持 多謝大家